Hello 我是Ophima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張超級簡單的生日卡 我相信小朋友自己一個都可以處理這張卡 事不宜遲 現在就開始選擇你自己喜歡的顏色 通常生日卡的顏色都是很開心的顏色 即是鮮色一點 粉紅色、橙色、黃色 你選好之後 我們就準備了 我們準備工具 間尺或磨網 把顏色筆磨在畫紙上 所有顏色磨在畫紙上就可以了 做個底色 可以慢慢磨在畫紙上 每個位置磨上不同的顏色 差不多了 整張畫紙已經佈滿顏色 我們就用手指指幅位置 慢慢把顏色磨在畫紙上 融為一體 成為好朋友 我們輕輕按壓就可以了 打圈打圈 像上次畫太陽花 打圈打圈就可以了 不用大力 慢慢按壓就可以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整張畫紙已經佈滿顏色 接下來我們就預備一支拆膠筆 可以畫出你心目中的生日蛋糕 通常我們看到的生日蛋糕都是很多層的 我今天就畫三層 你畫四層五層都可以 但在底下畫上去的時候 不要畫到太高 按照比例 高度 按照你自己要的高度 要足夠的位置 讓它畫這麼多層才可以 不是畫到第四層 哎呀不夠位置 那就浪費了心機了 這頭拆完 這頭的蛋糕就現了形出來 我現在就在下面拆了個心形出來 其實心形很容易拆 只需要打斜 像畫箭咀一樣 這樣就可以拆到個心形出來 呈現了個心形出來 那我們完成了生日蛋糕之後 就可以在背景上拆一些圖案出來 令到整個卡片比較豐富一點 不會只有生日蛋糕 那我就選擇猩猩 就算沒有這個形板 也可以自己製造一個紙的形板出來 很簡單都是畫在畫紙上 然後切圖形出來 就像我一樣的做法 都是放在畫紙上拆出來 就已經有個形狀在這裡 不需要一定說要買的 那我們拆好背景的圖案之後 可以用水性木顏色筆 在上面畫一些生日的字眼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樂 這次我選了這個金屬的marker筆 畫在卡面上 那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小朋友也可以自己處理 媽媽和爸爸可以在旁邊休息一下 讓小朋友自己創作一下生日卡 小朋友也可以試試創作你的生日卡 送給你的好朋友 或者送給爸爸媽媽 今次的生日卡分享 希望你們喜歡 你們可以分享給你們的朋友 叫你們的朋友 一起試試畫一下 和海粉彩生日卡 又或者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們喜歡畫些什麼題材 那我們下次一起試畫一下 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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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